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 一天之內要選 從三百人之中選出一百多位 再從一百多位裡面選出三十位 這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天之內 聽這麼多人唱過歌 聽著被男生送花喔 也許是我太溫柔把你重懷 打不了就一個人睡 打不了就一次喝醉 就覺得 滅白活了 滅白活了 對他們感覺都還蠻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 陳迪給我的感覺是 冷酷型的 那沒想到她是一個 這麼活潑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 怎麼鬥她她都OK的那種 那我覺得李建老師就是 很嚴謹 光在選秀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她就是 很認真 然後 臉就是很嚴肅的 選手看到她是會 有點怕怕的那種 那我雖然是 帶給她比較 歡樂式的一種 感覺 但是其實 認真起來的時候呢 不會恕他們 很像黃雷啊 你們在想什麼啊 她曾經是黑龍江舞蹈大賽第一名欸 你可以上網搜啊 人牙黑人牙黑 她唱這首歌 她帶領所有男性朋友們的潮流 鼻祖啊 畫眼線欸 各位 她那個年代畫眼線 穿大西裝啊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穿大外套 都學她的 你覺得 不給她進嗎 而且她特別有觀眾緣 黃柏啊 黃柏啊 黃柏她適合 去 百兵大咖秀 你知道嗎 她的表演就是 很 抓不到她的 標準症啊 她可以給你無極限的表演 她那個呢 完全是 無限量的放鬆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表演者 你愛保他 啊 啊 跳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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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也會舞蹈 那 大咖秀裡面也是需要舞蹈表演 所以我個人覺得她適合在那邊 快樂男生我覺得 比較不適合她 張藝馨啊 她如果來的話 我怕我們會很難選 因為她跟孫紅雷兩個那樣競爭 我會怕 我會跟李健老師吵架 沒有代溝 有些人說她17歲都跟我感覺差不多 我們 這個外表 就覺得現在年輕人 找熟的很快 不管他們的思想跟他們的外表穿著 會覺得已經不像是 我們那個時候的17歲 我們那時候17歲是弄的 很單純然後什麼都不懂 然後 任何的資訊都沒有 然後別人問你什麼都還會緊張 那種 一個擁抱 舞蹈高潮 整個世界跟著我跳 如果 我是活在這個世代的那個年輕人的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像他們一樣這麼厲害 我覺得他們第一個就是 有很多的舞台可以表演 然後 面對人群已經不會像我們那個時候這麼的害羞 這是一個我的感觸 我和你一樣 學會了說話 小建議啊 我們不會因為一個 我啦 我個人啦 我不會因為你一個走音或者一個破音 而導致你失去的這個資格 曾經有一位前輩也說過 最完美的表演就是帶你一點點的不完美 這才是最完美的表演 因為如果今天真的很完美的話 你幹嘛來 你已經當藝人了嘛 那 連藝人都會在表演當中會有一點點的不完美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會這麼的嚴苛 呃 再說 呃 他們有很多都表現得比我好 你知道嗎 就覺得哇 我要怎麼去講你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你 我完全說不出來 就覺得 希望你們很平常心的去面對 這一次的選秀 然後 有這麼多人的關注你 我希望真的 把握好這一次機會 緊張一定會 但我希望可以 放開 勇敢的去面對 你要明白 為了這轉場 進入